鎖定走讀海洋历史场景 以影片录制的方式 带学员深入基隆的四大时期 我们感谢我们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办理的这支海洋营队 我们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河西时期 那我们会从这个历史走行来看 我们隔壁的这个诸圣教堂 这一个是我们和平岛市场 也是我们的小间内 1626年全台湾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这是全台湾第一个市场 隔壁就是我们的诸圣教堂 跟我们的圣沙奥多城 那小间内指的是华人街 小华人街 你在马尼拉的西班牙总部 也叫做福州街 那经过多年的这个新衰 这边从以前的92摊到 现在没有摊位了 剩19摊 我们海大USR就来进来 把这个历史走廊把它放进来 我们希望透过人跟人的互动 了解这个历史的过程 让大家逛市场 了解这个市场的这个内涵 也了解我们台湾历史的发展 每一个时期讲座都有专属的讲师 生动活泼的分析介绍 那朝间代你要看什么 藻类 有绿藻 二藻 红藻 不知海洋历史 融入创意 科技与美感的手作体验 也以包裹的方式 送达至学员的手中 我们这一次的海洋 营队可以先寄送我们的材料包 首先第一个的话 是我们的微酸海洋课程 这个课程的话 会让我们用一些白醋 跟我们的碳酸钙 然后来让我们看到海洋酸化 以及我们课程当中 有讲师会讲解海洋酸化的一些情况 第二个是我们的早点 遇见你的课程 这里面的话是我们基隆的特色 我们的石花 是来制作我们石花洞的 以及我们制作石花洞当中的所有的 我们的海洋知识概念 最后一个的话是我们的奥妙生命周期 我们的奥妙生命周期的话 是我们培育 蜂年虾 然后培育蜂年虾的话 它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养育出来 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养孔雀鱼的话 它也是我们孔雀鱼的飼料 那我们可以从我们显微镜当中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的蜂年虾 浮育出来的情况 它就会像这个样子 我们海洋营队是从海洋团 2012年开始 一直到2022年 非常精彩课程 跨了生态以及文史 海洋教育暑期营队很受欢迎 网络一公布 就有半数外线市学生报名参加 这也完整发挥了线上课程 网络无国界的特性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